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也是提名人侯友宜 他最近怎么样 他最近很忙 他最近也是平平的要拜会党内学界跟政界的人士 他想要加速来整合来营的内部整合吗 因为他其实也急了 民调很多明报显示说他已经逐渐在下降 所以他马上要担起这个整合的角色 他也拜会了许多客气郎 日前更拜会 他的脸书PO出他跟前副总统萧万长的照片 他说他之前有拜会也是嘉义人的前副总统萧万长 后来更强调 两岸有着历史脉络下的紧密关系互动跟交流 而且是为了创造和平跟繁荣 不应该被政治意识形态来操弄 所以两个人看起来非常开心 两人微笑 也聊到说当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教时刻 时任的国贸局的副局长肖副总统 临为授命赴美谈判 为中华民国争取到了永久最会国的待遇 也成为维系往后台湾经济命脉的重要关键 所以肖万长也提到了 他以过来人的身份来跟大家讲说 呼吁台美之间必须要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FTA非常重要嘛 才能为台湾的经贸产业带来具体的注意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台美有签到什么吗 我们买了这么多武器 我们获得了什么 好 来看到这个内政的部分 中小企业是国内经济重要的基石 这是肖万长说的 他有讲到说 必须要因应市场的趋势 来协助转型升级 而且我们都知道 美中台三方关系非常重要 但是是谁在促进两岸沟通 而是谁在破坏两岸交流呢 民进党的总统提名人赖清德 他也说话了 因为他会觉得说 是不是民进党现在不断地想要 把我们这个两岸沟通对话的这个机会去除掉 所以赖清德就喊出说 过去他侯有语不是说 你没有讲过中华民国吗 但是呢 台独今孙的赖清德 他现在说什么 他现在呢 就说要保护中华民国 而且呢 方向要正确 他的正确方向是什么 他认为说呢 如果说要保护中华民国的话呢 就是不接受九二共事 也不接受一中原则 否则中华民国就会被消灭 不存在 而我们都知道嘛 今天是6月4号 同时呢 也是天安门34周年的事件 所以呢 面对这个历史相通 侯友宜也表示说了 他发声明说 面对历史相通 必须要意识到自由人权 是两岸之间应该要追求进步的价值 这句话真的要圈起来 因为民进党一直主打的这个自由民主 还有呢 进步的价值 但是呢 有进步吗 还是一直在倒退呢 后一就讲到 最近爆发的性骚扰事件 最近不是很多吗 一而再再二三呢 会有很多民进党党工 跳出来讲话 甚至呢 过去在民进党工作的人啊 都会说 为什么这些性骚扰案 都被吃案了 所以后一非常愤怒 他觉得说 最近爆发性骚扰事件啊 是对女性权益 以及性别意识 所遇到的课题 他希望呢 他可以在当选总统之后 以他这个身为总统参选的身份 他说他一定要致力于创造多元共荣的 友善环境为目标 相当的提振人心哦 然后前总统马英九也说话了 他其实呢 也是先对六四天二门 现在四周年发表看法 他先呼吁大陆呢 当局勇敢面对历史承担责任 并期盼来关系 可以出现春暖花开的时机 当然大家都希望嘛 因为呢 都不想要兵戎相见 好 我们再来看到啊 因为最近真的是 性骚扰的案件 真的是频传 而且持续在延烧 因为呢 民进党一直有吃案的问题 所以呢 马英九他也说了 民进党执政七年了 种种的不自由民主的现象出现了 也传出呢 有许多严重违反 两性平权 性骚扰的案例 非常非常的多 将近十几例 到现在爆发为止哦 而且啊 跟绿营自义 对于人选 对正义的坚持 出现重大又难堪的落差 伤害台湾的国际形象 的确非常难看 怎么会在一个执政党 发生这么多 性骚扰吃案的事件 所以现在就会有点延续过去 hashtag me too的事件嘛 一人再次再次 现在爆发 大家都跳出来讲话了 敢跳出来讲话了 但是恐怕也会让民进党 流失一些青年选票 因为大家非常关心这一块嘛 所以赖兴德 他想要直写 他马上就说了 他不只是先对这个六四的事件 他就说 关注中国人权的状况 更坚持台湾民主自由 两者可以并行 息息相关 但大家看到什么 大家看到的是 民进党主席赖兴德 有没有办法去解决 这个性骚扰 吃案的嫌疑呢 因为现在就变成说 你说你要治理黑金 你说你要打击黑金枪毒 还有呢 你说呢 零容忍的这个性骚扰案 但是现在网友 真的是看不下去哦 因为讲到民主 讲到人权 赖兴德承担大任嘛 他想要承担 但是身为党主席 他面对党内很多的 性骚扰吃案的问题 他有零容忍吗 他零容忍的有什么 网友就气炸锅了 大酸说你容忍的就是 酒驾零容忍 都是年年撞死人 而且呢 零容忍还是什么 针对党以外的人 所以呢 你根本不是零容忍嘛 你对的零容忍呢 是国民党的那个人嘛 你对的是其他的党嘛 还有呢 他说成立性骚扰 吃案的国家队 大家不觉得说 民进党最自豪的 就是什么国家队吗 口罩国家队 快筛国家队 什么都要组成一个国家队 但是现在 是不是就变成一个 性骚扰国家队 真的是相当的讽刺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民进党呢 是现在 深陷在这个 性骚扰案嘛 连国民党立委 傅昆奇 也被媒体人指控说呢 他有抱头亲戀 所以不止民进党哦 现在各党都在爆发 性骚扰 吃案的问题 到底有没有吃案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虽然呢 傅昆奇本人否认了 不过国民党的 总统参选 侯友宜就强调说 对于性骚扰绝对是严格来检视 任何政党也不能够妥协 必须要用最高标准来看待 绝不宽待 而且呢 要深刻的反省 不要阻碍性别平权 性骚扰 说绝不宽待 是针对傅昆奇吗 对任何政党 对任何人 我们对性骚扰 这件事 我们一定 严格 标准 检验自己 相对的 任何政党 绝对不可以妥协 调查史实 我们绝对以高标准的方式来看待 绝不宽待 今天国民党 很多党派都提出了 在年初就说性骚扰的机制 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检讨 让新搜索的机制能够更完整 国民党提出来以后 执政党 居然反对 用表决的方式 让这个案子没有办法做到 因为检讨 保护到我们受害者 这是一种专注 也是令人无憾的一件事情 所以民主自由的深化 这也是所有的党派 不但要有奉行的 更重要 要在性别平等 世界潮流的人前 自由民主底下 更大幅的迈向前进 所以我们要深刻的反省 不要去阻碍性别平衔 好真的要深刻反省 民进党性骚扰案 施案连环报 很多的受害者都跳出来了 或者是关系人都发声明 就指控 连台北市议员 有说就分析说呢 民进党让人感觉到愤怒的事 因为党内不只是有 许多的性骚扰案件 性别歧视的问题更是严重 常常会有男性说出 女生就应该要结婚生子 这种刻板的印象 甚至呢 已过前总统府的资政 就曾经讲出孤宽敏 他就说穿裙子的人 不适合当总统 今天民进党内 我觉得他们非常让人家生气 或可悲可叹的就是 他们不只有性骚扰的问题 他们还有性歧视的问题 他们有性别歧视的问题 一个号称 有了全中华民国 第一任女性总统的一个政党 他的党内却充满了性别歧视 你看那个总统府资政那种德性 他不只是性骚扰那个女生 他还跟他讲说 你怎么去参加同志活动 女人就是要结婚生小孩才圆满 这种就是完全的非常老派的这种 性别歧视 女人就该怎么样 以前最反对参与文当总统的 不是国民党 不是中华民国的其他的人 而是他们民进党那些台独教义派 他们怎么说 我们如果一个穿棍的做总统 我们如果要听一个穿棍的 穿裙子的 这个就是民进党内 用来形容蔡英文的 穿裙子的大小姐 所以民进党内不只充满了这种 没有道德感 而且是性别歧视 所以我们可能会参与了这种 但是我们很感参与这种 我们就不可能会参与这种 就是我们的